新北市万里区海线观光 有知名的万里屑 现在山线观光也有相当的有看头 沿着北28-1市道来往山区走 近湖是多了拍照互动异象 还有浪漫满分的双星杜鹃公园 而压轴是占地高达8000坪的绣球花园 现在正值花旗 而占地的宽广也让疫情期间 赏花是多了一份安心 新北市府力推青春山海线 在万里区可不是只有海边的万里屑 现在山线也是相当有看头 沿着北28-1市道往山区走 近面如近的近乎 多了拍照互动的异象 还有大苹果校旁的双星杜鹃公园 也是既能赏花又能修气的好去处 最后是近来在阳明山超夯的绣球花园 业者在万里山区开辟地山园区 这也让阳明山的绣球花顺况 不再专美于前 那高家秀雪花园是今年5月10号 预定在我们万里双星这个地方来开圆 它是它的第三区 它比阳明山的占地还大 它有八千坪 大概是它的五倍 所以可以保持一个很安全的社交安全距离 那很欢迎民众来这里赏花 它的赏花季节是5月10号到7月的这个中旬 那到万里的山区不仅有很好的美景 而且很多好吃好玩的地方 像我们这里也有三姐妹的荣家乐 它是一个五菜单的料理 这边其实早期不是 我们最早期是在竹子湖 然后这边后来我们来 引进过来这边坐 然后再去那个慢慢克服这些 克服这边的环境 正常是5月到7月 5月到7月 对对 那品种的话到底有哪些了 品种这边园区内有八个品种 其实万里的绣球花园 就是阳明山上知名的绣球花园业者 来开辟的第三园区 占地高达8000坪 是阳明山园区的五六倍大 近来进入花旗 却恰好碰上疫情 不过占地宽广 加上园区里特别的粗糠土质改善 这也让疫情期间来赏花 不怕拥挤群聚 赏花的步伐还不怕拟拟 相当轻松 粗糠这个 这就是改善土质 虽然我们铺下去 让你们走 好走 然后就是下雨不会粘嘛 它不会粘之后 观光完之后 我们这些在回田过去给花吃 做一个堆肥的动作 绣球花季从5月到7月 长达三个月之久 在万里更是种下各种花色的 八个品种绣球花 而持续渐渐进入夏季 民众避暑防疫 不妨可以往山区走走 各式花色的绣球花海 尽收原地 园区宽广就算是疫情期间 也可以安心享受消暑 又色彩缤纷的壮阔花海 记住我平衡 万里下方报道 我来说